童年的玩伴早已很少往来 大学挚友也各自为生活奔忙少了谈笑 至于那些遇见过的爱情 就像风中飞舞的蒲公英 在半空中遇见 点头擦肩 然后继续纷飞 落地 各自生根 有人说命运 就是遇见后的一场场别离 但 那些离开 真的离开过吗 与你分享白洛梅的文章 有一种陪伴 在心间 我们应当相信 每个人都是带着使命来到人间的 无论它多么的平凡渺小 多么的微不足道 总有一个角落会将它搁置 总有一个人 需要它的存在 尽管我们都是带着各自的使命来到人间 但彼此都只是过客 没有谁会为谁永远停留 到最后 到最后都是城归城 土归土 过往的恩宠 皆以垂坐浮云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 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其实不然 爱上一座城 也许是为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 为一段清美往事 为一座熟悉老宅 也或许 仅仅为的只是这座城 就像爱上一个人 有时候不需要任何理由 没有潜因 五官风月 只是爱了 喜欢上两个字 惜缘 总觉得 人与人相识是多么的不容易 如若有缘相处 更是极其珍贵 所以 我们都应当懂得珍惜 任何的伤害与错过 都不值得原谅 纵然如此 一路行来 我还是与许多缘分擦肩 所拥有的 也见此失去 并非因为不懂珍惜 有些缘分 注定了长短 来时如路 去时如电 挽不住的 究竟是 刹那方话 人的一生 从来没有绝对的安稳 许多人以为 守着一座老宅 在花种草 平凡生养 从红颜到白发 就算是安宁 而背着行囊 浪迹平宗 人间百度 就是放逐天涯 苍茫仪式 其实不然 所谓心境 则国土境 心动 则万象动 真正的自在时 知晓得是从源 懂得随遇而安 有时候 助力在 摩肩接踵的人流中 心底会涌出 莫名的感动 觉得人的一生 多么不易 我们应该为 这些鲜活的生命 而感到温暖 为凡间弥漫的烟火 感到幸福 也许有一天 我们都会离开 都将后悔无期 既知如此 又何忍为一些 微小的错过 做出深刻的伤害呢 何忍为一个 回不去的曾经 做出悲情的沉迷 邂逅一个人 只需片刻 爱上一个人 往往会是一生 萍水相逢 随即转身 不是过错 刻骨相爱天荒地牢 也并非完美 在注定的 因缘际遇里 我们真的是 别无他法 有缘的人 无论相隔千万之遥 终会聚在一起 携手红尘 无缘的人 纵使尽在咫尺 也恍如末路 无分相牵 缘深缘浅 情长情短 说的就是如此 不是谁太矫情 而是因为人本多情 多情之人 才会种下 更多的前因 可所有结果 也只能自己承担 许多人想行云流水 过此一生 却总是风波四起 尽浪不止 平和之人 纵使经历沧海桑田 也会安然无恙 敏感之人 遭遇一点风声 也会前疮百孔 命运给每个人 同等的安排 而选择如何经营 自己的生活 酿造自己的情感 则在于自己的心形 其实 人生原本就没有相欠 别人对你付出 是因为别人喜欢 你对别人付出 是因为自己甘愿 那些付出了 想过要收回的人 又何必让你 费心去在意呢 我佩服那些 爱过无悔的人 就算分手 依旧可以做到 从容相惜 倘若所有的人 都可以做到 这样宽容慈悲 这风尘的世间 虽然烟火蔓延 却不会再有伤害 有些爱情 当然也或者其他的亲密关系 随着时光 会慢慢变淡 消失 但这并没有结束 这些情感会在 回忆或者想象里重生 会不断地重复 修补 完善 然后在未来的生活里重现 所以 你遇到的人 终其一生都不会 真正离开你 他在你的心间 继继续着 爱的陪伴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欢迎您关注 微信公众号 305读书 收听更多主播音频 我是潮雨 祝您 晚安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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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